大家好,我是鲨鱼岩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鲨鱼岩神4.8卡词紧急调整 一篮延迟复刻 那塔前瞻要来了 答案即将公布 绝须灵鲨鱼妹 鲨鱼岩神 火神设计稿首爆 5.0新增热烈魂机制 角色可变龙 首先是刚刚得到官宣的4.8前瞻封面 可以看到确实是童话风格 卡词方面也再次实存了尼路纳维亚 最后一个位置显然就是夜蓝了 没想到尼路小人居然不是新衣服 不出意外 本中午的4.8前瞻 最后会有那台预告 大家可以先小小期待一波 有关火神的部分设计稿 红发加红色长外套和白色长裤吗 看起来像莱伊拉同款裤子 长短发看不出来 不过这么模糊 服饰看着还行 只不过是不是最终定稿 未知 成品到底啥样 未知 至少现在我觉得还好 也就看着隐隐约约还行那样 像是成女建模 不知道实际出来如何 不过4.8后 应该也能爆料出来了吧 看来从一开始设计方向 就又随欧风其次了 其中我感觉 火神搞成西班牙风 火龙搞成黑皮部落风 还挺符合设定的 夜魂太优势 确认5.0角色状态 5.0内塔的夜魂机制 会对应风单的慌忙 不过风单快结束了 我都没分清慌和忙 怪物也都胡乱打的 这玩意最大作用是 大世界恶心你一下 逼你用奈塔新角色 深渊已经不敢恶心人了 新深渊已经足够恶心玩家了 核心元素玩法 不去开发研究 竟搞些没用的玩意儿 敷衍摆烂 另外 奈塔专属机制新玩法 就是变龙 内塔专属机制 就是变龙 应该就是 跟荒蛮潜水一样 本国人与当地特有的主角 也是跟风单一样 基于特性才有的 肯定是区域特色 不然之前的大世界 战魔角色 咸云散兵这些 不都成小丑了 特别是专门抽出来 大世界用的玩家 不过到底是不是 角色幻化不好说 目前完全是根据短片菜的 瞬间感觉 前四国敌人一等了 风单有愉悦慌芒 奈塔有画龙妙法 前四国真是就傻也没有 原神4.8版本 预测在7月17日正式上线 按照以往惯例 在此之前 会开一个前瞻直播 用来简单描述一下 关于4.8版本的相关更新 及改动情况 而前瞻直播的具体时间 可能在7月5日 也就是本周五晚上8点 临近4.8版本前瞻 有关4.8卡池的消息 也是逐渐多了起来 首先我们要知道 4.8卡池除了调香师 艾梅依艾以外 官方并没有放出其余三个复刻角色的线索 这也是给了各位原神游戏玩家 展示的机会 纷纷结合自身对于游戏的理解 继继继续猜测 然后就有了4.8版本卡池复刻角色的多样性 之前说过4.8版本卡池可能是调香师加夜兰 纳维亚加尼路 不过上述的这版卡池还没维持一天时间 4.8卡池就反转了 有玩家给出了最新的答案 调香师加莱欧斯利 尼路加纳维亚 不知道这版关于4.8卡池会不会再变 结合这两位玩家所猜测的共同角色 纳维亚和尼路似乎在4月8日复刻的可能性很大 想要冲纳维亚和尼路的旅行者 可以先期待一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